分辨和處理負面情緒的根源 有些不同的根源 其中一個不健康的完美主義 就是 基督徒應該信耶穌 應該聽話 應該愛主 為什麼幫人都不聽話 真的受不了 或者自己信了那麼久 都是那麼軟弱 這個思維是很難受的 其實我早點回答的問題 當我看到人有問題 就像今天那對夫婦找我 我第一件事告訴他們 不要緊的 你處理相處上 有些情緒 有些不開心 很多人都有的 你都肯處理 你找我 嘗試去處理 已經是很好的了 我立即給他盼望 我不會說 唉 有沒有搞錯 幫你這麼久都這樣 我不會這樣 我立即說 你們會找我 已經是很好的了 我不是一個完美主義 反而 丈夫有完美主義 她說 我已經親近神這麼久了 為什麼還會搞到這樣呢 她自己就被自己批判 就說 為什麼我還會 哇 又情緒化 搞到我 整個人都不適當呢 這個就是她的完美主義 她要求自己 希望自己做到更完美 但做不到 她就很辛苦了 另外一個觀念就是 非有職敵 即是覺得 那些人肯認同我的 支持我的 那些是朋友 其他那些 敵人那些 哇 很多人都是敵人 這樣的時候 就很辛苦 但我們說 不要緊的 有些人 身不由己 他控制不了自己 掌管不了他的生命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這麼介意 我幫到多少 我幫到多少 不需要一定計較誰是朋友 誰是敵人 總之我總是善待人 第三 就是自卑感 就是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自卑感的建立 第一就是 我是寶貴 神愛我 第二 我們要建立 本身的生命的能力 如果是基督徒 他很信神愛他 不過 他人際關係又失敗 上班時 他經常被人解僱 婚姻又破裂 在教會又沒有朋友 經濟又困難 他有沒有好的自卑感 是不會有的 即是如果一個人 他什麼都失敗的時候 他不會有健康的自卑感 健康的自我形象 那必定怎樣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呢 就是必定深信 我是很寶貴 我很重要 神有一個計劃 很奇妙的計劃 那個計劃是遠超的人所想所求的 是非常好的 只要我向著方向去 我就會改善 而已經開始改善了 那人就會覺得自己有成就 在主裡面有成長 有更加愛主 又懂得幫人 好了 但很多人就說 我不是這樣 那怎麼辦呢 我是不是這樣的人 我做不到 那我就說 你一點點進步 你就稱讚自己 你有一點點進步 有一點點進步 就是向著方向去 那這個就會建立我們的自我形象 是必然需要的 即不會說 就是我相信耶穌看錯我 而是我自己逐步建立 我們生命的能力 全部都是靠主的 不是靠自己的 不是自己的 不是自己的聰明才智 是在神裡面有聰明 有力量 這樣的時候 生命就會提升 而且負面解讀別人的話 和行為 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跟別人說話這麼開心 跟我說話沒有什麼表情 他當然不喜歡我 有時候我們自己都有份 我們自己有沒有跟他聊天 有沒有關心他 這些都是造成問題的 有些人經常都會 說別人不喜歡他 針對他 他見到人紙紙紙紙 他當然在說我的壞事 也有人跟我說 他說我見到街上 外面有幾個穿黑衣服的人 整個紙紙紙紙在街上 他們當然在埋伏看我 有些人就會時時這樣想 其實這些都是破壞性的 就算他真是說我們 就算家人真是說我們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不要計較 而我們提升我們的生命 我們戒意都不能夠改變 還有受害者心態 但是很多人經常都說 唉很慘 總是埋怨 我很慘 很慘 很多不好的事情 在我的心中 我經常都說 人們害不了我 我總是被神保護 所以我就選擇 任何人對我的傷害 我都覺得 不要緊 不要緊 不用放在心上 還有否認和壓抑情緒 就是什麼呢 就是人壓抑慣了 譬如不開心 按住 不去處理 就會慢慢 麻木了 我認識有人 他告訴我 他不懂哭 不懂笑 情緒壓抑慣了 那可以怎樣做呢 可以開始 就是說 有些好的東西 開心一下 笑一下 或者告訴自己 我可以開心的 有東西吃 可以開心的 那些花草雪木 很漂亮 我們可以開心 可以跳動動動 開心一下 有些活動 可以歡喜 而我們讚美神 可以歡喜 可以幫助我們回復情緒 有些人的情緒已經麻木了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是需要處理的 原來神做我們身體 當我們開心輕鬆的時候 是會有一些開心的荷爾蒙出來 這個是我給他的名字 聖經說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就有這些 Dopamine是一個最出名的 就是你開心的時候會出的 Endorphins, Oxytocin, Melatonin Melatonin是幫你睡覺的 這些都是身體會出一些 令到我們舒服的東西 大家看這一陣子 你閉上眼 放鬆的人 深呼吸 好了,開眼睛 有沒有覺得舒服? 我先說一下 這就是你身體裏出一些 Dopamine 這一類的開心荷爾蒙 當你的人平靜 輕鬆 開心 你可以試一下 又閉上眼 想一下天堂多漂亮 想一下天堂讚你 然後呢 哈哈笑 哈哈哈哈 真心笑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做不做到 天堂真好 當你笑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身體會舒服? 我們人就是這樣的 你做一些開心的事的時候 身體就會分泌一些開心 令你開心的荷爾蒙 是舒暢的 當人不開心的時候 這些荷爾蒙就會阻塞 也會產生一些負面的荷爾蒙 是對身體不好的 有人做過這樣的實驗 那些不開心的 產生的那些荷爾蒙 注射入老鼠 它會死的 這些不開心的荷爾蒙 是會令到動物都會死的 這個是神很特別的 原來一個人開心 是會更加好的 更加健康的 我覺得處理情緒 是會更加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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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更加健康的